大家好,我是飘飘 之前我发了条动态 问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看王心灵唱爱你会莫名想哭 有评论说不知不觉就热泪盈眶了 也有评论说不会啊 全程一母笑 本来是件小事 但忽然让我有点想聊聊 明明王心灵的表演很甜 为什么会让一些人笑 一些人哭 王心灵除了可怜 可惜 可爱 还有什么 其实浪姐官宣名单时 我最期待的并不是王心灵 如果问怎么看疯狂跟跳爱你的中年男粉 我只有两个字 不懂 但看完王心灵的舞台 我只有两个字 爱你 关于王心灵的很多王室也涌上心头 荡谱羞辱 渣男收割机 转型失败 疾病导致容貌改变 以及甜心教主 虽然王心灵活起来 唱的是爱你这样的甜歌 演的是陶爱卿 成小诗之类的甜妹 称号是甜心教主 但他最开始被经纪公司看到的气质 不是甜蜜 而是冷色 经纪公司爱回 给王心灵量身定做的出道专辑 是清冷绝匠风 主打歌灰姑娘的眼泪 唱的是被爱伤透的灰姑娘 不再相信童话 端集里最甜 如今传唱度最高的Doni 也是当年一部台偶 西街少年的插曲 主角是一群处于 人生十字路口的派逆少年 王心灵演的银河 是个贫寒的学霸 霍建华演的形望 是个纯情的阔哨 两人本无缘 全靠他花钱 银河为了挣钱 走捷径去原郊 心愿是能被人包养 连性别都没有卡死 没有男人 女人也可以 姐姐格局好大 单恋银河的形望看不下去 只要花钱包养他 其实是用最冰冷的金钱交易 掩盖最口是心非的爱情 在这个过程中 银河也慢慢喜欢上形望 对啊我不爱你啊 反正你也不喜欢 是啊 我也不爱你啊 反正 你也不会在乎 对吗 你俩真的太口是心非了 不想up住 稀罕三连就直接要 求你了 银河后悔的发现 自己没法当心安理得 被包养的金丝雀 形望也遗憾 自己不该用金钱 玷污这段原本美好的感情 银河离开了形望 向学校坦承自己原交的事 告诉学妹们不要学自己 故事最后 银河经历了退学 绝望 自杀未遂 在形望的帮助下 考上国外的大学 走回了正常的人生轨迹 霸道总裁 包养原交少女 如今看来最歪的设定 却有最正的爱情观 本质是双强联合 互相救赎 我觉得啊 比起后甜后甜的淘爱卿 我还是更喜欢 倔强的银河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 哪个角色 但目做个调查 喜欢爱卿的 扣一 喜欢银河的扣二 经纪公司让刚出道的王兴霖 连早熟的绝强少女 并不是没道理 王兴霖面试试音时 唱片公司就意外的发现 她的歌声和外表一点也不服 勇敢坚韧 不颓废 不矫情 和她拍过爱上茶没乐的贺君祥也说 王兴霖私下性格并不甜 反倒是外冷内热 杨承林说 每次去王兴霖家 王兴霖都像姐姐一样负责做饭 但偏偏王兴霖长了一张甜美的脸 她在华岗一笑时 就被同学取外号叫牛奶 因为皮肤白皙 娇小可爱 第一张绝强苦涩的专辑 销量惨败 第二张甜蜜可爱的专辑 却让她大火 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爱你 从此 王兴霖在甜心的路上越走越远 只不过也被所谓的甜心少女形象限制 当时的娱乐圈环境下 运气不好的甜心 谈个恋爱都要被爆隐私 遭受荡妇羞辱 运气好的甜心 过了30岁 也有半嫩的嫌疑 必须往淑女路线转型 而王兴霖 这几种困境都遇到了 前任男友和她分手5年后 公布她的私生活细节 导致王兴霖遭到荡妇羞辱 事业也受到重创 这段事我就不多提了 为什么 任性 再后来 网友渐渐发现 王兴霖好几个男友 好像都有那么点渣 于是她又多了个称号 渣男收割机 再后来 王兴霖被质疑 整容过度 后来我们才得知 是因为她拍戏时嘴唇受伤 引起细菌感染 得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 再后来 同辈的女歌手都转型了 走上了大女人 郁姐峰 知性路线 王兴霖也不得不从 甜心风里跳出来 尝试了各种音乐风格 从性感到苦情 统统转型失败 再再后来 我长大了 王兴霖也渐渐消失在视野里 如今回忆起这个名字 好像都有些羞耻 我都不想承认 剧情那么羞耻的 天国的嫁衣 微笑pasta 我竟然全都看过 花的袈裟我还专门抄在歌词本上 第一次爱的人 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单曲循环吧 让我看看弹幕里 还有多少个非主流贵族 直到去年的公益演唱会上 王兴霖连唱四首 一开口就秒回微笑pasta 今年的超级剧情红白艺能大赏 快全开麦 无缝对接 唱跳三首 细细稳如老狗 我才发现 这么多年过去 娱乐圈业务能力能打的 还是同一群人 到这里 这期视频也该结束了 不过我们想哭 真的只是因为 被王兴霖的甜 治愈到了吗 好像也不是 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甜美 他们更青春无敌 但我看了 只会嘴角疯狂上扬 那是因为 王兴霖会让我怀念从前吗 好像也不是 我的校园时代 并没有那么值得怀念 也许是因为 看到王兴霖也经历了 被爱情伤害的至暗时刻 也经历了事业的阵痛 最后又回到原点 让我想落泪的 不是单纯的甜 而是经历过苦涩 却还是选择甜美的 绝强生命力 是80岁都要当甜心的 英雄主义 就像看到一个 很久没联系的少女朋友 带着历经沧桑的甜美 穿过这么长的时间走来 自嘲说 被叫成甜心奶奶 也不错呀 好像自己 不那么成功的人生 也值得被原谅 就像西街少年里 那群身处十字路口的少年 没有谁的人生 不值得被拯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看 更多的娱乐圈人物分析 尤其是浪姐系列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飘飘 我们下期再见